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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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不都說好了嗎 顧夫人 周某也是十分抱歉 無妨無妨 我只是想請問 為何要變卦 畢竟像這樣的大宗採買 還是顧家尚號最以承接 確實如此 可昨日 的確有商人帶來了樣品 而且 貨品的價格還比你們家低了兩成半 同時 還會提早一個月交貨 揚州除了顧家 竟還有這樣雄厚的商號 揚州確實是藏了卧戶之地 周某也確實大開眼界 少夫人 說句實話吧 周某更想與顧家合作 因為顧家值得信賴 但是優州積品 財力有限 我只能暫時觀望 所以簽字一誓 也只能從長計矣了 少夫人 是周某實驗在先 惭愧不易 周老闆客氣了 在商言商 理應如此 周老闆千里迢迢來到揚州 我也希望您可以滿意而歸 多謝少夫人 周某先行一步 抱歉 對了 周老闆 還想請問 與您洽談的那位商人是 莫子商 誰啊 我怎麼沒聽過 總之就是這號人 亨道搶走了 少夫人的聲音 這慶功業 少夫人肯定是不會來啊 他怎麼了 夜紅說少夫人 從早上到現在 一個人在房間管著 悶透迷思酷香 估計是想對策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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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